022导弹艇的性能没的说,50节的高速,8枚导弹,东海南海也都去的,很有特点的设计,然而瑕疵也很鲜明。 022为了减重,船体用的是进口耐腐蚀铝铭合金,这种材料之前是应用于航速十几节的民船,用到022上面后,发现不耐高速冲刷腐蚀,今年跑下来船底腐蚀的很严重,只好暂时上岸封存,等到急需的关键时刻再下水。 当然,并不是因此苛责022是个失败的设计,因为它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,完全是围绕着一场当时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战斗而特化设计的。 为了这个目的,哪怕牺牲掉驰骋大洋的资格,在当时看来也是值得的,所以,022无论卖到波斯湾,还是给土豪当游艇都不限时,等几时搜022重新下水之日,必然是祖国统一之时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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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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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